吉隆坡一名江姓女子遇人不输 两年前在交友软件上 认识了一名华裔男子 几个月后就确定恋爱关系 没想到却是不幸的开始 两年多来惨遭前男友连哄贷骗 向大龙和银行贷款 连哄本身的储蓄 总共被骗走超过45万令吉 最终还揭发对方是一名 脚踏多船的爱情骗子 最少每一个月你还我一千 我都可以 超过你一分都没有还对吗 可是他就想 我的薪水还没有出 老板还没有出粮 我银行被block 我人在Binang 各种理由 然后又讲他有还 明明是他 这些一切东西都是他造成的 可是他讲到好像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已经是很不爽他这种态度了 我帮了你这样多 然后你这样子来对我 然后一切我就觉得有点怀疑 为什么他一直跟我拿钱拿钱拿钱 江女士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前男友三番四次找他借钱 谎称公司需要资金周转 把市主的储蓄都骗光后还不罢休 居然哄骗市主贷款 并强调他会偿还这笔贷款 江女士不宜有他 多次贷款之后才惊觉事情不对 江小姐指出 他虽然想尽办法 也只勉强还了部分欠款 如今还有超过27万令吉的债务产生 遭大龙恐吓会散播他的照片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行动党安邦在野市议员 尤家豪 促请江小姐的前男友现身解决债务问题 同时也提醒民众不要轻易借钱或带他人借贷 以免受到牵连 他也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将个人资料或银行户头租借他人 以免户头遭他人利用 做出违法的事情